当地时间6月24号 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国会大厦前 加拿大联邦参议员胡元豹站在台上 对反思排华法百年大型集会的 约3000名参与者发出呼吁 当天来自加拿大全国各地华人社区 各行各业及不同年龄的代表们齐聚国会山 通过和平集会和游行 共同表达反对种族歧视和污名化 呼吁建设更包容和平等的社会新生 这场由加拿大各地华人社团 共同筹办的集会 是近期一系列排华法百年反思活动中 规模最大的一场 加拿大 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在至此次活动的一份信函中坦诚 百年前加拿大出台的排华法对成千上万梦想在加拿大开拓新生活的华人造成了深远且毁灭性的影响 加拿大曾于1885年搬行华人移民法 以征收人头税的手段限制华人入境 1923年7月1号即加拿大国庆日 加政府实施被后人称为排华法的新版华人移民法 几乎完全禁止华人入境加拿大 令华人成为历来唯一曾被禁止入境加拿大的族裔 该法直至1947年5月方被废除 加拿大各地华人近来举办一系列不同形式的排华法百年反思活动 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来捍卫我们的权力 固建一个更加包容多元 没有歧视平等幸福的加拿大 我们必须为咀יב慰了现在 我们需要的共同十个风筝库的感国 当天联邦众议员陈胜元 安大略省省议员柯文斌 安大略省万景市副市长陈国志 劣志文山市市议员崔宾辉等 华人政界代表出席了活动 他们呼吁 永远不要忘记加拿大历史上 这可耻的一部分 保护华人的基本权利 自由和尊严 构建更包容和谐的社会 在活动上 来自郭伦波 郭泰华等地的华人团体 还进行了武师 击鼓 武术等展示 集会参加者们冒语沿国会山前道路 举行和平游行 再次表达铭记历史 追求公义的呼声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就知道